運氣材準備裝潢工程 但大樓已經有人入住 如何不擾鈴很重要 公共空間 電梯 懸掛隔音部 另一面還有木板夾層 防止工具刮傷 撞傷電梯 電梯外的牆面 地板 也都有兩層防護裝置 內層是PP板 防撞 防震 外層是木甲板 防刮 防潮 這個建材他們會比較用 像大理石的材質 因為我們可能要做一點防護 所以它底層的話 它可能會用這個防護墊 然後外層的話 可能再加這種甲板 再去做堵牆 這樣可能會對它的防護效果 會比較提升一點 作考防護措施還不夠 還得注意美東大樓的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一般施工時間 都是早上8點到中午12點 以及下午1點半到6點 假日有可能不能施工 都得按照規定走 此外 裝修業者 在承攬工程之前 還得簽訂裝修合約 施附一筆保證金 製工過程中我們有損害到一些公社的時候 你有一個保證金可以做一個緩衝 或者是說可以拿來做一些延長的部分 保證金大概都多少 差不多會在2萬到10萬裡面 因為可能看到了公約怎麼樣 裝修業者也說裝潢的噪音跟油漆的氣味 是最難防堵的 一般會建議屋主在裝潢前先送個小禮物給鄰居 做好敦親牧林的工作就能省去很多麻煩 這新聞 中環林 楊世伍 採訪報導